哪一個房間 可是這個不是price 用它去查詢 所以V路安數雖然 它不能關鍵字查詢 但是呢你可以怎麼樣 幫它先組合出 第一個欄位 裡面需要的格式再去查詢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它的雖然有限制 可是我們可以利用 知道它的弱點 盡量幫它改進 那自然就可以做到很多查詢 好那把這個剪下來 插入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V路函數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對照表F3 有沒有叫look price 這邊有 然後查第二欄 比對方要一模一樣按確定 好這樣的話呢 誒房價全部都出來了 OK 這也算 其實這間飯店 有很貴的 不過也還算平價 都還沒有看到破萬的 好像還有幾百塊的 有沒有 OK幾千 這邊還有九百塊的 現在一碗要九百塊 八百塊 這也不知道什麼 那樣等級的 吃什麼都沒有的 陽春型的 大概 以前非常非常久 以前當兵的時候住過六百塊的 那個就什麼都沒有 而且整間房間都是煙味 那當然棉被應該也不會太乾淨了 不過只是窩一碗才會住那種OK 那這邊出來之後就等於它總價 應該要付多少錢 這個乘上 這個 打勾一下 再點兩下 就OK了 所以如果你要列印帳單的話 你就是直接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直接再輸出 也許它 這個資料可以拿去給那個 像Word裡面的合併列印有沒有 那你就要把Word裡面的那個 帳單的那個格式做好了 然後中間的那個 帳單的title 防號 相關的訊息 你就用那個 合併儲存格的方式填進去 那印出去 就會是一個帳單了 對不對 精美帳單就OK了 所以以後你要做任何事情啦 反正資料有了之後 再做一些合併列印的動作 OK 就全部都 好像就很 Easy的就把一件事情 做完了 做事情也會非常的愉快 OK 那管理事情的話 就不會那麼困難了 OK 好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總共會有 這幾個 那做完之後 你各位可以試試看 最後再把它改成 有沒有辦法一鍵完成 一樣 反正這個 跟前面我們那個練習差不多 那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謝謝